疾风之浸草板荡石成臣是什么意思? 疾风之浸草,板荡石成臣的意思是, 在猛烈狂级的大风中才能看得出是不是强健挺拔的草, 在激烈动荡的年代里才能识别出是不是忠贞不二的臣。 这句话出自唐太宗李世民写的《赐萧语》, 原文为《疾风之浸草,板荡石成臣,永福安时义,智者必怀人》。 这首诗是李世民赐给萧语的一首诗, 前两句写诗人,用恰切的比喻颂颂扬萧语, 在动乱和危难时刻经受住了考验, 表现出一个臣子的忠诚和立场。 后两句写诗人善用,以反称政,预扬先义, 着意突出萧语作为一个智者所具备的人意之心。 疾风之浸草,板荡石成臣二句,如今引用它, 比喻只有经过尖锐复杂斗争的考验, 才能考察出一个人的真正品质和节操, 才能显示出谁是忠贞的强者。